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话呀 你别吓我 我 我在 那个举报信 也是假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传案 你 可是有人陷害我 贝贝 你得相信我 我大人相信你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做这种事 我现在说什么我都说不清了 国安的人要来抓我了 国安 他们早就听上我了 长安 你听我说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知道 我知道 长安 有人问你话你什么都不要回答 爸已经去找律师了 你听到了吗 你快来丁华找我 有话咱们见面再说 好吗 我错了 贝贝 我错了 这种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再哭了 我跟你说的话 你听到了没有 贝贝 我该怎么办 贝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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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办 贝贝 我 长安 我在公司等着你 好吗 长安 说话 我在公司等着你 你赶紧过来 好 我知道了 听苗霏这意思 她好像真的不知道事情 这也说不好 好 喂 她跟苗霏通了电话 现在车辆刚进入鼎华停车场 他们俩要见面 我们这边 估计还得十分钟 这么久 刚才车祸把路堵死了 我们现在换了条路 一定要尽快 不能给他们穿工的时间 明白 咱们尽快 嗯 好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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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 麻烦你再给我们点时间 对不起 你们是国安 这到底怎么回事 稍后法医会告诉你们具体情况 请节哀 那封举报信的事 您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吧 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举报信是假的捏造的 长安不是那样的人 你们给我出去 出去 菲 菲 抱歉 那我们再外面等 陈先生 先生 您是不是 还知道什么情况 您都可以放心地告诉我们 我主要是想问一下 那封举报信 上面说的 是真的吗 这个 我们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太多 但我们调查长安科技 确实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个事 我们确实可以告诉您 最新一批送往长安科技的矿石 已经被我们扣下了 你是什么 相信你也听明白了 至少举报信这个事 不能完全说是假的 这个假装啊 他背着我干这种事情 就是假装 试试 他就是假装 已经白了 对应该是假装 我们要拥有 是假装 以前产生 都是假装 看背景一批 不是吗 我们等上 因为 Bapt镇 我不想 学习 这把 我拨卄 magically 能不能发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苗华阳 转发 打赏 别推他 我需要时间 我已经给你整理了 现在 你想我帮我帮助吗 职业 职业 我恐怕他们会把事情调查 别担心 甚至他们能够找到死的真实 这也不会帮你 我只是想知道 有些事情 你寄了谁 你不想知道 我只能告诉你 是他的名字 寂寞 有些人不喜欢 你不让我直接谈谈他 如果他有这些技术 我会有自己的考虑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他有他的任务 你也有自己的 你便要照顾自己的 当然 我会玩我的部分 你不爱 你不需要 我更有这些 你不需要 找到 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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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保护它 不要紧急 干什么 你什么时候来的 就刚刚啊 怎么了 你怀疑我 你来之前为什么不打个电话 万也被人跟踪了怎么办 那你放我包干什么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昨晚住在苗霏家 她可能已经知道 贾长安不是死于自杀 贾长安的死 跟我们没有关系 她知不知道有什么所谓呢 你能别自己骗自己了吗 苗霏知道说明有人告诉她 我们可能已经被盯上了 你怎么办 你想多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是苗霏的好闺蜜 当然要陪她参加下午在苗里 当然要陪她参加下午在苗里 又岁冨 该拿她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怎么办呢 我能帮上忙吗 你不来找我 就是帮我最大的忙了 这话真让我伤心 镜头推进 怎么了 老毛病又犯了 我能不能拜托你 不要再出现了 我从公司辞职的原因 你很清楚 我现在没有任何能力 不可能再帮你什么忙 看你还是多心了 我的确是来帮忙的 按时吃药是对的 听话的人 总能活得久一点 谁不想生病 都是身不由己 你 我想想也没什么 大不了就是一死 想不明白了 也就不怕了 你这话说得不对 难道你 真舍得留下你的两个宝贝女儿 就这么走了吗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天儿也不热 你瞧你出的那些汗 你的身体 真应该好好调理调理了 辛辛苦苦 挣了大半辈子的钱 到时候没有命花 那你就亏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